所以要懂得善才 懂得与一切众生 借恩惠 我们佛法里面讲 借悦 众生受你的恩惠 我们自己会遭难吗 不会呀 没东西吃了 自然有很多人送东西来 你看那个多自在 没衣服穿了 有很多人送衣服给你来 你一样都不会去 没有房子住了 人家送房子来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果报呢 不是嘛 你只要肯不失就行了 福报自然 你说这个多自在 所以钱 不要去投资 不要放银行 放什么都靠不住 不失给一切众生 那就是最牢靠的了 决定丢不掉 而且那个利息 比你们今天做什么生意的利息 都要厚 不知道要厚多少倍 我跟大家讲的话 真心化了 你们要不相信 我本身就是个例子 你看我 社方供养来的 我通通不失掉了 我走到任何地方 身上不要带一分钱 想什么 人家都给我送来了 都供养了 用不尽 你看这个多自在 这个物质生活的受用 真正是随心所欲 没有丝毫的缺乏 我这个人 前世没修佛 一点佛报都没有 我这个佛报 是什么时候修的呢 学佛之后 明白这个道理 我才正干 那么布施这个方法 张家大师教给我的 我真做 做得非常有效 我深信不疑 真正相信 他老人家教给我 佛师门中 又求别 只要你肯识 你要缺乏什么 心里一想就来了 就有人送来了 而妙不可言 早些年 那时候修的还比较少啊 但是就有感应 我在求学的时候 求学的时候 我的生活非常艰苦 非常辛苦 不是一般人 能够过的那种日子 我想的是什么呢 经书 因为研究经教 想经书 这心里一想啊 大概总是过八月了 就会有人送来 我只记得 有一个一部书 六个月才有人送给我 那是最长的一书 中观论书 我想了六个月才有人送给我 其他的 像华音经书超 我刚刚学佛的时候 心里就想这个 一个月就有人送给我 真的是有求必应嘛 只要是如理如法地去求 没有不感应的 我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四世真相 而且这么多年来 从二十六岁学佛 我就真干了 这老师教给我的 我就真干了 越干了 这个感应呢 越不可思议 越不可思议 所以我对于佛在经上讲的 字字句句 深信不疑 你能够一教奉行 自己得理了 那么这是说财不识 不识财得财富 不识饮食 你就得饮食 不识衣服得衣服 不识房屋 你就会得房屋 领得不得了啊 不识佛法 得聪明智慧 得无碍辩才 这大家都需要的 要修法不识 要修法公养 无微不识 最简单 最方便的 就是素食 素食 从景而后 不害一切众生 虽然佛法里面 没有劝人吃茶素 佛只劝你不杀生 没有劝你不吃肉啊 因为世尊当年在世 僧团是每一天出去托拨 托拨 佛法师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这个你在外面去托拨 人家供养什么 就吃什么 像现在小城佛教国家 泰国 斯里兰卡 都透过 他们都是吃肉食的 人家给什么吃什么 没有分别 没有执着 这就对了 绝不能叫这个 信徒的说 特别替你做素食 这个太麻烦了 不好 如果要讲到五无微不失呢 那这个素食就很重要了 现代科技发达了 这个屠宰场我们也去参观过 不过我小时候 孙长在农村里面 农村里面杀猪啊 卖肉啊 那个屠户啊 杀猪的时候 把猪耳朵低起来 告诉他 猪啊猪啊 你莫怪啊 你是人间一道菜啊 他不吃了 我不宰啊 你像吃的去讨债 你看看 他把那个责任全部推给你们了 你们吃肉的人就糟了 问题就严重了 责任全推给你们 他们也罪过 罪过都是吃肉的人 所以我们能够速食啊 能够啊 不舍一切众生肉啊 这就是无微不失 培养自己的慈悲心 这是好事情 培养自己的慈悲心 绝不伤害任何一个众生 不但是不能够杀害 你让众生因我而生烦恼 我们就有罪过 就有过失 所以你看 那佛福尚 进出广大的群众 在四夕坛里面 第一条就说明白 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喜 这个是佛法 佛教给我们的 众生讨厌我们 我们一看到 赶快夺远远的 他高兴吧 应当是这样 一定要令一切众生 生欢喜喜 我们所到之处 才有人欢迎我们啊 我们厌弃别人 那个古报就是 招来别人厌弃我们 那么由此可止 最要紧的老人 这个年轻人多半 嫌弃老人 不喜欢老人 如果你要有这个心 有这种行为 那问问 你将来会不会老啊 你要不老就短命吧 你要不想短命 你一定要老嘛 你老的时候会受狗暴 你懂不懂啊 你年轻人嫌弃老人 你老的时候年轻人嫌弃你 一定会招来果报 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 不但不爽 现在果报来得特别快啊 你能静一观察的时候 真理就在面前啊 造业 哪有不受报的道理 你造的是善业 你一定得伤口 你造的是我业 你必造我报啊 那么现在 诸位都晓得 这个世界灾难 越来越频繁 越来越严重 这个灾难 这个灾难是整个世界 世界 众生的共业 非常可怕 这个一年多来 这个经济的风暴 是灾难的开端 还没有开始啊 这是灾难的预兆啊 绝对不是好死去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佛的教会 广修供养 一教奉行 我们学佛的人 佛会双修啊 有福有慧 这样就好 帮助一些贫穷的人 帮助一些苦难的人 帮助一些老人 帮助一些疾病的人 全心全力帮助他 要真干嘛 把你的财物布施得干干净净的 好啊 那个生活才自在啊 才逍遥啊 你要晓得 这个布施就是把你的苦 灾难布施掉了 这个意思很深很深 诸位一定要悉心去体会